美国准总统川普和META执行长祖克伯 这张合照隐藏多少爱恨纠葛 毕竟过去川普曾被禁用脸书两年 让他跟META杠上 还说悬上第一件事就是要让祖克伯进监狱 如今 川普当选 祖克伯也大动作在社群平台表态忠诚 写下决定性的胜利 期待与川普政府合作 国家拥有庞大的发展机会 起着表态的不止一位合计大咖 早从2015年 川普就曾以推特骂亚马逊占美国邮政的便宜 贝佐斯也曾在社群媒体上讽刺川普 提议把川普送上太空 如今也加入赞扬行列 这场选举是非凡的政治回归及决定性胜利 还有苹果执行长库克也说 期待与您以及您的政府合作 OpenAI执行长表示 希望川普在新职位上取得巨大成功 Google母公司执行长 以及微软执行长也都纷纷表达祝贺 不过市场点名接下来很惨的人 有可能是他 秘密捐献5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6亿元 虽然比尔盖茨并未公开表态支持贺锦丽 但这笔捐款显示了他对川普可能连任的担忧 现在也引发话题 矽谷科技大佬 宣签有表态 没表态的都要赶紧出来表忠诚 毕竟川普狂人 当时可是曾料下这样的狠话 杀坏市场 东森财经新闻众文报道